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1号 在昨天3月20号 在非洲的中非共和国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事件 当地的有一个金矿 主要是由中国的这边的公司在开采 那么有9名中国人在昨天遇袭身亡 有两人负伤 我大家封面图里面 我当中有一张那个话 那个是根据现场的情况 就是描述的这个话 所以我今天换上黑衣服 就让他们表示这样一个事件 因为我今天做了很多关于非洲的事件 我也联系了一些在非洲的朋友 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到底有没有得知当地的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关于这个事情 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而且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能性 其中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标题里讲的 这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干的 我一开始看了以后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非洲 中部非洲 怎么会有瓦格纳在那里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还真的有可能是瓦格纳干的 那么现在正好是习近平在俄罗斯访问期间 昨天下午习近平乘坐波音的客机 中国国航的客机到了俄罗斯 然后据说跟普京进行了私人的会谈 那么今天下午会进行公开的会谈 然后会签许一些声明或者怎么样子 全世界都在目光盯着他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先把关于这个事情 当地到底怎么说的 先讲一下 当地的一个所发生的事情的地区长官 可能是市长或者怎么样子 说这个事是反对组织干的 是反政府军干的 反政府军出了一个声明 这个反政府军的名字叫做挺有意思的 叫做 我看看就啥来着 反政府叫做武装爱国者变革联盟 它的简称叫CPC 我们知道中共它自称自己是 大家都叫它CCP 中国共产党 但是它自称是CPC Chinese Party of Communism 好像是这样子的 CPC说不是我们干的 而且他们谴责了如此惨无人道的罪行 然后说是瓦格纳集团 是政府军方面 给政府军方面做训练 以及做雇佣的这样一个瓦格纳集团做的 他们目的是为了赶走 比他们更早到那里的中国人 瓦格纳集团是怎么会在那的呢 首先我们把中非的大概情况先说一下 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 中非当时有过一场政变 就是现在的中非共和国的总统 当时是总理 然后发生一场政变以后 就把当时的总统推翻了 这个总统下野了以后 就变成了刚才我们讲的 武装爱国者变革联盟 这一系列的反对政府军的 一个好像是精神领袖一样的 反对党的是原来的总统 现在总统是后来政变上台的 然后他在2020年时候 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政府武装 已经风起云涌了 已经占领了全国三分之二土地 他只守着基本上就守着首都这一块 以及这次出事的地区这一块了 结果他当时就引进了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 雇佣军过来的话 三下五除二又恢复了他的一些控制地区 把叛军又打散了 但是双方依然在救死争夺 中非共和国位于非洲的中部 是一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它首先在中部 它属于四战之地到处大家都想参与进来 为什么都想参与进来 因为这个国家盛产黄金跟钻石 这个是非常不幸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匹夫无罪怀弊其罪 你的怀里踹着个和氏弊 那既然大家都找你麻烦 那更不用说你正好在当中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多少是一个被诅咒的国家 它不但被自己的地理位置所诅咒 而且为自己所拥有的这种珍惜的自然资源所诅咒 所以各个国家 俄罗斯 可能包括前殖民地法国 包括其他的一些 非洲的其他势力 当然也包括中国 都想在里面分这么一杯羹 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国家 并没有存在一个绝对上的政府军 政府军是绝对的 但是并没有存在一个绝对上的反政府力量 大家其实都是各个势力的代表 然后它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相当于给它控制住了局面 但是瓦格纳集团在此过程中 在过去几年年也是声名狼藉 我看过两个报道 一个是联合国做的一个调查 还有另外一个是专门盯着瓦格纳集团的 有这样一个组织 也是俄罗斯的组织做的一个调查 双方都承认就是说反政府武装 跟瓦格纳集团在中非共和国都犯有反人类罪行 都犯有针对平民的这样一个罪行 而且双方都承认彼此的罪行的比例是50对50 联合国报告里面我记得讲的是 反政府武装要更多一点 然后在另外一个针对瓦格纳集团的报告里面 说瓦格纳集团更多一点 但是基本上都是52%到48%之间 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两者在战争罪行方面可以说是封庭抗礼的 但是考虑到瓦格纳集团是一块 是铁板一块 其他的是各自为战 所以瓦格纳在里面做的很多事情 这一次的事情如果说是他做的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之前已经劣迹斑斑了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美国已经宣布说瓦格纳集团是国际犯罪 是跨国的犯罪组织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讲 这是跟俄罗斯在乌克兰做的事情有关 我觉得有这个道理 但是我越来越感觉 不只是这么回事 很多人觉得瓦格纳集团就是俄罗斯国家下属的这样一个集团 然后给他 就好像当时我们知道英国那个时候 然后大航海时代 专门给很多的海盗船发撕掠的许可证 就是我把这个证发给你 然后你就抢 你只要别抢英国的是吧 你抢回来了 有一部分上交给英国的朝廷 剩下的就归你 你是合法的强盗 所以很多人觉得瓦格纳集团 其实就是俄罗斯 统治下的或者管理下的一个合法的强盗 加上最近在俄乌战争里面表现比较抢眼 俄罗斯的国防军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了 完全靠瓦格纳在顶着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每当到这种时候的时候 当你一个国家 你的正规的武装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了 你的风头已经远远的 它的风头已经远远的被私人武装 或者说是雇佣军的雇佣武装所抢过去了 这个时候往往是王朝末年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太多了 其实俄罗斯历史上也有大量这样的案例 我们就讲中国历史上的 我们都懂的 我标题的讲的 第一个 我们按时间顺序讲 第一个安鲁山 安鲁山当时就是所谓的藩镇势力 为唐朝镇守边疆 然后就开始慢慢坐大 坐大了以后 你就完全不受唐朝的节制了 最后甚至就起来造反了 那么到明朝的时候 毛文龙 毛文龙其实不止毛文龙了 当时元崇焕诛杀毛文龙 他们给的借口 就是说毛文龙好像是领空想或者怎么样子 其实真正的理由是 毛文龙已经在辽东地区坐大了 已经有点不受 不是有点了 其实完全就不受朝廷的节制了 袁崇焕觉得你要造反 然后就把他干掉了 后世有争议 乾隆为此还把袁崇焕也干掉了 后世有争议 说不是袁崇焕是自作主张 但是你去看崇祯前后做事的逻辑 我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一定是崇祯点头的 然后袁崇焕又像很多其他大臣 像陈兴甲等等这样的人一样 做了崇祯的替死鬼 相当于是崇祯用他干掉毛文龙 然后崇祯又把他干掉了 其实在同一时代 毛文龙还有另外一个 不是另外一个了 毛文龙这种模式 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模式 当时明朝已经是兵力也好 国力都已经空虚了 只能靠这种地方上的团练 就是自组织的武装 雇佣军的武装 大家都知道关宁铁骑 大家如果听这个名字 关宁铁骑应该是朝廷养的一支精锐部队 就好像当时的禁卫军一样的 不是 关宁铁骑其实是关宁那一代的祖家的 祖大寿我们都知道 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统帅 祖家的家丁 说白了祖家自己出钱 雇佣的训练的这样一支部队 然后因为朝廷没有冰队了 明军已经战斗力不行了 所以这支雇佣军当时成了 明朝最后的抵抗力量 乃至于到最后 李自成要进京的时候 紧急调关宁铁骑入关 当然最后没赶上 所以关宁铁骑 它也不是袁冲关训练的 它就是祖大寿他们家的家庭武装 然后为什么后来给吴三桂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 说白就是这一支武装 是在家里面传下来的 所以不管是关宁铁骑也好 还是毛文龙也好 都是这样一种 其实在地方上都已经做大了 关宁铁骑如果说 它能够回来把崇祯救下来的话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 也会变成毛文龙这样的下场 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区别 到了清朝大家更熟悉了 就因为清朝地方的绿营 或者是八旗已经不堪重用了 完全打不过太平军 所以只能够让乡军 自己去练乡军 让曾国藩自己练地方武装 自己朝廷给一点支持 然后自己的地方相生 大家一起来弄出来 这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武装 然后最后 朝廷也相当提防乡军 各种打压乡军 但是最后依然是给乡军的袁世凯 源自乡军的袁世凯给灭掉了 所以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是 美朝美代是屡见不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元朝末年其实也有点这样子 也有点这样的意思 朝廷已经没用了 朝廷的兵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这个体系已经腐烂至极了 只能靠生力军 就是靠你们自己去筹 你们打下来一块就归你们 有点像秦朝当时 是吧 士兵你只要斩首一枚 然后你就官升一级 用这样的这种东西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方式 来让地方上自己筹措这样一个军事力量 但是这个军事力量最后一定会做大 一定会骑到你头上来 至少跟你封庭抗礼 不受你节制 我们前面一开始举的这个 我多说一点 一开始我们不是举的那个 Sorry 安禄山是吧 安禄山反的是唐朝 其实你仔细想唐朝自己也是那么起家的 唐朝最早你要追溯到南北朝的时候 西魏的八驻国 叫八个驻国将军 就是八个当时叫做关隆集团 叫关隆集团 就是那一带的八个节度使 他们就是帮唐朝党外地党柔然人的 不是帮党朝 帮中原地区抵挡北方的入侵的 所以这个八驻国最后又做大了 八驻国里面有一个 我记得是唐太祖李渊的 什么爷爷好像是 有一个是唐太祖李渊的外祖父 反正就是说唐朝这一支说白了 也就是一个在地方上做大的雇佣军集团 或者至少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 已经流传了很多很多代了 那么在现在看来 瓦格纳集团越来越像这么回事 大家不信 大家就回去翻新闻 在今年的二月份 应该就在两个月以前 就是上个月 上个月瓦格纳集团的头 叫叶弗根尼普里格任 普遍认为他这个人是普京的 他是一个寡头 同时认为他是普京的心腹 但是从上个月 至少从上个月开始 就开始公开地向俄罗斯的国防部叫板了 当时就直接讲说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给我们 在乌克兰作战的瓦格纳集团提供军火供应 俄罗斯就是少依谷你们这些人 就是你们不管事 然后少依谷他们就专门发了一个清单 就是说你说我不给你提供补给是吧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给你们提供的补给 双方就互相怼上了 这个事后来也没有一个谁理亏 这个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了 而且是在当时俄乌战争已经进行的非常激烈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多少能够闻出来一点气味 就是这个人并不是说 俄罗斯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大家都是一起挺普京 我们要一起对什么样子的 而瓦格纳集团 现在已经多少 已经做大了 已经不受俄罗斯政府的截止 或者这么说 就是我从俄罗斯政府得到的东西 远远不如我给你的东西 我已经成了驻国了 你们已经成了 你知道吧 你们只是名义上的我的领导 真正管事的人是我 而且大家注意 我们以前讲的所有这些雇佣军集团 他多少还要受拿朝廷的俸禄 还要由朝廷去财政支持的 是吧 当时杀毛翁龙 袁崇焕杀毛翁龙 就是因为毛翁龙要的东西太多了 朝廷已经被你掏空了 多少还是靠财政支持的 但是现在随着俄罗斯打仗 财力越来越虚弱 随着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禁运 瓦格纳集团已经开始觉得 你给不了我东西了 现在是我在反哺你 不管我是在非洲各个国家 是吧 经营 然后你想他为什么在当地 要进行如此的恶劣竞争 就是因为抢黄金抢钻石 就是因为抢这些硬通货 用来反哺俄罗斯本国 现在俄罗斯你给我的不多 我给你的那么多 然后你还对我有怠慢 那我老子不跟你翻脸吗 这种模式太明显了 知道吗 当你看了所有信息以后 你觉得俄罗斯已经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 面临着所谓安史之外 之前的这样一个局面 要么你就痛下杀手 把他给赶紧给拔了 要么你就让他迟早有一天 他会来对付你 但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 他现在还在对乌克兰作战 他还得靠着他对乌克兰作战 以前的很多这些发生的矛盾的时候 都是在双方和平时期 至少我帮你蹚着 那么在战时的时候 前线的主要的进攻力量 瓦格纳集团开始对普京叫板了 这怎么办 这个是空前复杂的一个问题 而正好就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可能俄罗斯就指望的 虽然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能够帮俄罗斯解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俄罗斯非常重视 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 习近平在昨天 中国外交部汪文斌 记者道理会上 当时有人问这个问题 汪文斌是这么讲的 说外交部贯彻 实际上这么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 并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救助伤员 及时做好善后 依法严惩凶手 确保中国公民安全 外交部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第一时间启动什么领事应用协议 或者什么样子 然后紧急 中国驻中非大使 紧急做中非方工作 向中非驻华使馆提出交涉 这里面有一些话 首先习近平是亲自指挥的 这可是直接下达的 就中非这个事件做亲自指挥的 可见是重视之极 重视的原因 当然有可能是 这是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 针对中国人的 有死亡的这样一个势力 那么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 还有后续的一些可能性 就是要用到一把手 尤其现在在俄罗斯的一把手 亲自指示 这个事是昨天发生的 3月19号 昨天发生的 然后亲自指示 你们必须要 而且用的词是 中国驻中非大使 紧急做中非方工作 提出交涉 他并没有明确的指责是谁 只是要你们赶紧去处理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 我再给你们提供一个信息 去年12月份 当时的美国 曾经向中非共和国总统 就是原来总理 后来政变以后上台的总统 给他提了个建议 说你们现在被瓦格纳绑得太结实了 然后瓦格纳已经在你们这儿 成了地方上一半了 说白了就已经成了董卓那个角色了 这个大家明白了是吧 就是你这个中非总统 你完全已经被瓦格纳给控制住了 就是说他美国有提建议 说我们可以提供美国的军事人员 去帮助你训练 其实说白了就是 我们可以替代俄罗斯的角色 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年时间考虑 你愿不愿意让我们进来 把俄罗斯人踢走 直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中非方面有给出相应的说法 但是有分析人士 当时就这么分析的 就是觉得就算他们想把他踢走 也没办法 因为他现在的私人安保工作 他的说白了的禁卫军 都是瓦格纳集团 相当于政府已经被瓦格纳集团的给架空了 他已经事实上成了俄罗斯 不能说是俄罗斯 是瓦格纳集团的一个傀儡国了 所以美国政府这个表态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态度 表达一个态度 说俄罗斯在中非不行了 是吧 实在不行 我来帮你们解决 你们欢不欢迎 你们只要表态就好了 你们欢迎的话 后面所有事情都好办 是吧 因为他也是法国前殖民地 所以相当于是美国 法国重新回到中非 2018年 法国最后一批部队撤离中非 在那以前 法国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军队 军队减少减少再减少的 离开是非之地了 相当于是美国说 你愿意的话 我回来把瓦格纳赶走 我来帮你整理烂摊子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中非的东西 中非这个地方 是有多复杂 而瓦格纳在中非 已经做大到了一个什么规模 已经让美国亲自出来说 我可以帮你驱除达鲁了 所以我在看这些信息的时候 今早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迅速看了很多信息 我以前讲我是人肉的CHAT-GBT 这就是我的功能 我就迅速地收集大量地 在瓦格纳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在中非共和国的信息 我越看越觉得 瓦格纳不但已经绑架了中非 以及非洲很多国家 大家注意 联合国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里面 有很多决议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里面有很多的 除了一些传统没有 像什么朝鲜 古巴可能是什么 这些投反对票 或者投弃权票的 很多投弃权票的 全是非洲国家 其中就包括中非共和国 所有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 中非共和国要么是投弃权票 要么是尿顿 就是不投票 所以瓦格纳集团 不仅是基于俄罗斯的 军事方面的 俄罗斯政府军事方面的支持 可能有一些财政方面的支持 甚至还有外交方面的支持 那么这个势力 现在势力做大到如此 俄罗斯其实也面临选择 我们都知道 国际刑事法院给普京 下了逮捕令 指控他犯有战争罪 这种是很少见的 因为一般来讲 国际原则里面 国家元首 除非你犯罪犯到一定的程度 否则他是有豁免权的 所以中国的外交部也就讲了 希望尊重国家元首的豁免权 但是国家元首在任上被起诉 不是没有先例 当然所有这些先例 基本上都发生在非洲 我记得好像中非共和国 曾经以前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案例 具体忘掉了 都是他做了一些非常严重的 证据确凿的反人类罪行 或者说一些人道主义的罪行 这个时候被指控 被国际法庭指控 但是像俄罗斯这样的 俄罗斯多少算是欧洲国家 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领导人 在任上被指控国际刑事法庭 指控你是战争罪 这是绝对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此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仔细想想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大家的反应 是不是我声音有吧 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在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一个施压 或者基本上就是说表达一个态度 只要普京在 这个事成不了 所以我直接干脆就宣布 普京你就是去年12月份的10月份的时候 国际刑事法庭的头 好像当时就接受了这样一个采访 就讲的虽然说没有先例 但是普京宣布有战争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相信现在就是坐实了 普京在 这个战争可能永远不可能实际的结束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把普京搞下来 或者说某种形式上让他负起一定的责任来 然后可能才会 这个战争才能有缓和的迹象 现在这个事情又更加复杂了 普京瓦格纳集团 是双方并不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现在事实上说明 已经并不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普京甚至有可能在这个博弈 国内的博弈里面已经处于弱势了 那你就算把普京搞掉了 瓦格纳集团的人做大以后 其实可能是一个更加糟糕的普京 是吧 我们一般都说军阀做大了以后 这种可能会比普京再怎么样 他也是只是情报机关出身的 还不算是真正的武夫 这种真正的武夫做大了以后 他能做出来的事情更疯狂 这个相当于又给习近平出了一个更大的 本身就已经够复杂了 他去调停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 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 你是不是先把俄罗斯国内的冲突 先给调停一下 你关于瓦格纳集团跟俄罗斯政府的冲突 你是不是要调停一下 调停同时全世界各国都要看着 尤其是乌克兰 乌克兰之前已经说了很明确了 乌克兰在习近平飞抵俄罗斯的前一天 就说了 事实上给出自己的底线 就是俄罗斯撤出乌克兰 换句话说 就不希望你给出其他的一些议和条件 现在外界普遍认为 习近平跟 我们今天下午可以验证 习近平跟普京很有可能会放出一个声明 就呼吁双方停火 在外界观察人士看来 你只要给出这个声明 你就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什么叫停火 就是俄罗斯站了多少地儿 那就站了 就停火 大家别打了 就认了 那是乌克兰完全不能接受的 乌克兰昨天发的个声明 其实意思就是讲 停火是绝对不行的 你必须得撤出去 当然你撤出去多少 你撤出哪些地方 这是可以谈的 我个人觉得 但是你要说现在就现在的现状停火 那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在这个题目上面 又加了一道题目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怎么办 所以我之前做习近平去俄罗斯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讲过 为什么待三天 我觉得这三天可能更 就为了争取缓冲的机会 然后可能 我倒不是说调停俄罗斯国内 只是跟俄罗斯国内的各方 能够达成一个可能某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条件 但是这个难度是极其巨大的 尤其在现在发生这样一个中非事情 现在我暂时没看到中国方面 因为有两人负伤 那么这个两人负伤的多少相当于是有活口的 你多少调查以后能够得出某些结论 但是我们外界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事件的更进一步的信息 到底是谁干的 那两个当地的政长和反政府军 到底谁说的更有道理 这个事我觉得可能后续会有调查 双方的可能性是各占一半 瓦格纳的军队跟反政府军各占一半 但如果调查下来 真的是瓦格纳这个集团 这个雇佣金干的 这个事就太尴尬了 这事就太尴尬了 我跟大家互动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也是刚刚早上看到的信息 然后我早上刚刚出去又出去跑了一大圈 在之前之后我赶紧花时间把这个事要了解一下 我只是尽可能把尽可能多的信息带给大家 是吧 我这个人肉Chain GPT 我不负责这个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一个结论的推导 我只是可以带给你 通过我的方式把这些信息组织起来 把它带给你 希望可以让你更多的了解 中非这个地方的政治格局 以及它如何影响到现在 中国正在试图调停的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马英九这个事咱们就暂时不评价 因为我的时间实在有限 我对马英九这个事不是很感兴趣 信息源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搜索 我实在没有时间赶紧 因为这事突发的 我实在没有时间把所有的信息源 一个整理起来 大家就关键词去搜索 非常容易搜索 哪怕用中文也非常容易搜索 所以我虽然说尽可能提供给大家信息源 但是老实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很希望 我把信息源带给他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想求证的话 希望你们自己可以去少做一点伸手党 自己去搜索一下去求证一下 我说错了 欢迎在评论里面给出链接 说这个你说错了 这个你说的不对 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让我多活两年 是吧 同时也可以让我在节目里面少说一些 大部分的观众并不喜欢听的一些废话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展示信息来源这东西 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理解 有朋友讲了 瓦格纳之所以跟国防部闹翻 是跟俄罗斯要最先进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 烧一股不给 只好靠人命去填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瓦格纳的管理体制 和他招多少人 比如说士兵每个月 我记得是4000美元一个月的工资 在俄罗斯可能是比较高了 然后军队里面的管理非常的严格 我们知道之前也有看到这种镜头 就是视频传出来 瓦格纳是怎么这样惩治内贼的 非常残忍 非常残忍 他们觉得谁是我军队 是我的内奸 那我就把他残忍地处置掉 瓦格纳最后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会变成曾国藩这样的角色 李鸿章还是袁世凯 还是说毛文龙是吧 毛文龙最后被诛杀 还是就说安禄山反过来诛杀党朝 这个是非常 还是说最后变成巴铸国 自己重新立一个朝代 这个都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我觉得中国历史真的很好玩 中国历史真的很好玩 中国历史上这4个雇佣军集团做大的案例 结果各不一样 给人充分的遐想的空间 好 那就这样 咱们青山不改 水上流 我们后续继续关注 今天下午习近平这个事 公开的跟普京会谈以后肯定会有声明 咱们再来解读 拜拜